两年一度的第15届弗洛交移国际海空军事战 今天拉开帷幕 也是首相敦马哈迪时隔16年 再度为自己当年一手创办的项目主持开幕 没错 不过在敦马看来 我国部分航天工业发展依旧是果足不前 因此我国将会落实多项航空业发展计划 国防部也将提成白皮书 展现政府 提升国防政策的决心 大马皇家空军的空中巴士A400M 在弗洛交移的蓝天飞舞 首相兼弗洛交移国会议员敦马哈迪 继2003年之后 再次为国际海空军事展开幕 敦马这次时指出 军事展是我国展现生产世界级航空航天产品的平台 而我国在飞机零件出口方面 也突破84亿令吉 国际海空军事展开幕 这次的军事展也唤起敦马首次任相的回忆 1991年 他为航空领域推荐我国首个发展大蓝图 然而其中部分计划进步缓慢 他认为我国有必要加速研制 以顺应目前的航天工业发展 为此 敦马已经指示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通过国家航空业协调办事处落实多项计划 包括提升工业基本设施 本地供应商发展 以及国际合作关系等等 国防部也将提成白皮书 展现政府提升国防政策的决心 本地供应商发展 国际海空军事展 即日起一连五天在弗洛交易登场 吸引来自31个国家390家企业参展 预料会吸引超过24万名公众 以及4万多名商业参观者 NTV7综合报道 NTV7综合报道